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曼开心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0年8月19日8点30分 北京时间2020年8月19日20点30分 我们一起把卧大使赚大钱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今天的大事 第一个事就是这个 拜登说是要领导 拜登说要领导美国走出这个疫情 那么现在这个消息让华尔街给登出来 那会不会是现在整个都在倾向于拜登当选 那么现在大家都认为拜登能当选 但是特朗普的民调现在正在恢复 这事咱们还确实真不好说 还是这句话 如果咱们现在两头下注的话 那么你就买一些特朗普扶持的这些 新能源企业 这些传统类的企业 那么咱们现在配一部分仓位 像什么新能源之类的 因为他是拜登一直比较推崇的 这种两头下注呢 跟这个咱们的政治理念没有关系 政治理念没有关系 还说实在的啊 我是比较喜欢共和党的 但是我虽然我讨厌特朗普 但是我喜欢共和党的理念 但是但是这个 现在啊 咱们还是那句话 做金融 咱们不能说是持政治立场 对于现在这种扑朔迷离的时候 特别是呢 又有可能这个 有十月惊奇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两头下注比较好 第二件事呢 这个川普啊 现在又支持另外一个公司 去这个收购TikTok TikTok这事呢 因为他本身也不是上市公司 关键是就是看他 会不会就是涉及到整个大面积的中概股 那么中概股呢 在特朗普的打压下 跌了一段时间 那这两天呢 有所反弹 那么有人说呢 你现在特别看好中概股 说实在的啊 有一些被做空的中概股 及时反弹 可能也会下跌 因为总体上 现在呢 都不是太友好的气氛 有一些跟涨的股票呢 我觉得我们 如果做一两天的短线交易 可以 如果做一个中期的持有 嗯 并不建议啊 并不建议 因为呃 真的这个 在大选之前吧 大选之后可能就好了啊 大选之前 但大选之后 咱们又不知道股市怎么样 这说实在的啊 大选之后不知道股市怎么样 呃 大选之后中概股可能好了 但股市整体 万一要不行了呢 那也不行 大选之前 特朗普可能会对中国这块 会一直强硬 嗯 所以呢 对于中概股这一块呢 风险性还是比较大的 那所以说大家注意一下 这块的风险 第三一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 target的整个销售啊 现在也 跃升啊 主要他现在进入了这个 就是网上销售 那么这一块咱们一直说 这个零售业啊 呃 咱们一直那会儿强调 呃 强调零售业 是跟大家说过 一个是沃尔玛一个 那个 Home Depot 呃 就是加德宝 没有说过这个target target现在的销售业也不错 啊 就是这类的股票吧 我们现在呢 都可以关注啊 这类的股票 我们都可以关注 下面我们看一个大事啊 这个大事 不是太好 就是美元啊 这块 已经来到了指数 来到了92.12 那么上次 他建造80多的时候呢 是 2010年左右 就是那次 金融危机啊 就是十年前的那次金融危机 嗯 之后呢 一般的情况下 美元一见八 美元一见八 一般 一般的情况下 美国都会有一个 对外的行动 对外的行动 而且不太好的行动 啊 一般的情况 呃 我们想想的那会是谁呢 那会他开始想 呃 想这个 针对 中国 但是呢 呃 由于他这个总体实力啊 当时指着中国买他的债呢 呃 双方的可能谈的都比较愉快 结果呢 他是在 这个北非啊 就是那个卡达非那块 利比亚 那是动手了 呃 好多人都说美元这个支持 那个支持 我告诉你啊 明确跟大家说 美元 真正的支持 不是什么美国的GDP啊 那都是那什么 那个 呃 或者美国的什么生产力 那都是 虚幻啊 那都是虚无 那都是大家 一个美好的设想 和就是美国的政治精英们 给你讲的一个故事 真正的美元的支持 是他背后的11艘航空舰啊 是他背后的11艘航空舰和美国强大的军力啊 你用我的就用不用我的我就给你打我就给你打的让你用啊 就是这样 那么如果美元指数在往下走的话 这玩意儿大家就得注意点 呃 现在呢 是这样啊 美国的经济如果持续不好 美元持续走低 你说美国如果要说对外采取什么行动的话 会不会影响股市呢 直接的影响不会啊 因为这个美国整天在外头这玩这个做各种的呃做各种的做各种的军事行动吧 呃 美国的这块股市呢也没有见到有什么太大的波动啊 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啊 该赚钱赚钱 但是如果由于美元引起来的这种这种军事行动 我怕呢 股市会先于美元或者先于军事行动的有一波跌 那么跌完了之后一般的情况下他会反弹 反弹之后啊 反弹之后如果这个军事效果那么会有一大部分股票可能会走低啊 但是就看这个军事行动会发生在哪 那么如果要是大国之间的 那么估计整个市场都不会太好 到那前我们就要小心了 如果美元指数不是见到八十啊 低于八十九 就是见到八十八的时候 低于八十九 如果见到八十呢 那可能是一个心理关口啊 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还好 如果见到八十八的时候 就是不见得说是非得跌下八十八 是八十九啊 就比如八十九点九 这就算见到八十八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小心了啊 我们就要小心 这是从这个大事上啊 我们来看完基本面 我们看技术面 技术面上呢 开始时候还觉得不太好啊 因为夜盘啊 和盘前开始 在早晨七点钟之前 我看啊 这玩意要形成M头 那么目前来看呢 嗯 我们可以看 这是一个短周期 这确实是像一个双顶啊 像一个双顶 嗯 双顶之后呢 他昨天突破了前高之后 突破前高之后呢 形成一个双顶的回踩 也属于正常现象啊 也属于正常现象 但是他回踩呢 不能漏多少呢 哎 不能到 不能漏这儿 啊 也就是不能漏3381 啊 就是3380这一块 不能漏这儿 如果漏到3360这一块 那么就说明 这回调就比较大了 又 又要进入一个横盘状态 如果能够带3380 这块获得支撑 那么标普啊 可能还会向上 从目前看呢 嗯 今天上午的前半段啊 就是咱们以12点半为界吧 这这个三个小时 嗯 前半段 就是前一个半小时 到两个小时 应当问题不大 应当是以恢复往向上为主 后半段啊 就不太好说啊 后半段不太好说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呢 它是一个 呃 中期 中短期的回调 而不是短期的回调 那么中短期的回调呢 应当是以反弹下跌为主 那么也就是今天呢 早盘的时候会有一个反弹 然后应当还是会有一个下跌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货的图形啊 我们来看一下现货 那么现货图形呢 我们可以看啊 现在它的短期指标啊 它的短期指标 有向下倾泻的动力 那么配合着股指期货 股指期货呢 它又有向上 这俩现在是拧目着 那很有可能是什么样的走势呢 今天早盘开盘之后啊 早盘开盘之后会有一波下沙 那么这波下沙 我们要注意一下股指期货 会不会把股指期货带坏 如果没把股指期货带坏的话 那么股指期货往上一冲 那么它这波下沙呢 应当是在40分钟左右 然后就逐渐的恢复反弹 注意啊 我说的是反弹 不是说是向上 是反弹 那么反弹之后到五盘以后 还会有下沙 因为过了前高啊 我们可以看这块 过了前高之后啊 以前是3393嘛 昨天到3395了 过了前高之后 多数情况下会回踩一下 那么有可能会是五日均线 来向十日均线靠楼 弯曲一下 甚至四叉 四叉之后 等待着二十日均线上来 然后它在横盘也好 还是向上也好 才会趋于稳定 那么在这一步当中呢 我们要注意 它在这个高位 只要不放量的话 我们还都可以积极参与 那么至于参与的股票 咱们说了 一个还是消费类的 另外一个呢 最近呢 发现啊 区块链的这个概念 前一段回调的比较大了 最近可能又要动啊 这是临时发现的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区块链的这种股票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BC啊 所谓的BC 这块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播报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觉得我的节目用 请您订阅点赞加转发 我们A股时间再见